可以说六四是人类历史上最残忍的一场大屠杀 大家回想一下 1989年春天 中国各地发生了大规模的和平民主运动 那么当时民众提出了什么要求呢 他们提出的不过是一些最基本最平常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改革的要求 那么中共当局呢没有顺应民意实行改革 而是出动机枪坦克携席北京城 对民主运动实行惨无人道的全面镇压 那么六四呢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 对中国人民犯下的庆祝难受的一个滔天大罪 同时呢六四也是中国军人的起始大落 那我们今天在这里纪念六四呢 是为了表达我们对中共政权的义愤 同时呢也是为了表达我们对六四死难者和他们的亲友的怀念和同情 我们今天纪念六四也是因为八九民运揭示出的许多问题到今天仍然远远没有解决 八九民运期间大家还记得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曾经提出要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 那可惜的是呢29年来中共历居领领领导人都没有这样去做 我们今天在美国办这个活动 五十多年以前呢 美国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曾经在一次著名的演讲中说 我有一个梦想 那么我们今天也可以说我们也有一个梦想 那就是通过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能在我们的有生之年里 看到中国走上一条自由民主繁荣富强的康庄大道 那我在这里呢就简单的讲这样继续开上来 本来呢我们安排了北京之孙的名誉主编胡平先生呢 为今天大会随着引言 胡先生因为参加另外一个活动呢 今天可能会晚一点到 所以呢我们就按照这个大会的这个程序呢 进行下一个下一个项目 那就是北京之孙自由先锋奖的颁奖仪式 那胡先生到了可是要喘一口气 所以我们还是先这个先这个进行颁奖仪式 北京之孙自由先锋奖呢 已经设立了十年了 那么经过北京之孙杂志社的这个 商议呢我们决定将 2017年度的北京之孙自由先锋奖呢 颁给新进从国内回到美国的张林先生 那么这里呢有一个颁奖词 我给大家先读一下 北京之孙自由先锋奖公告 北京之孙杂志社决定将 决定将第十届北京之孙自由先锋奖授予张林先生 1979年9月 张林以安徽 奔赴考取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考取清华大学 曾担任清华大学历史地理学社社长后 毕业于1986年 持续公职在安徽海南云南等地宣传自由民主理念 出于对自由的强烈渴望 张林曾三次偷越国境 多次被关押 1989年 张林因组织领导 晚北市民的学生 支持和参与八九民运 被判刑两年 出狱后 又因在北京参与筹办 劳动者全力保障同盟 被劳教三年 1997年 从劳改所出来后 张林获扑 通美签证 前往美国 第二年 既从美国闯关回中国 结果回国第二天 既被警察带走 再次被判劳教三年 2005年 张林因进京参加 前中共领导人赵紫阳教会 被冠以 煽动颠覆罪入狱 2009年8月 张林获释出狱 2012年7月 张林在湖北会友途中 曾突然失踪 后被证实是国宝 强制邀请喝茶 2013年7月 因争取 女儿就学的权利 而被刑事拘留 2014年9月5日 被邦山区法院 与聚众扰论公共场所秩序罪 一审判刑三年六个月 2016年9月 因减刑而期间获释 从1989年到现在 张林总共被判刑入狱 或牢教不刺 在狱中或牢改营 度过了16年 2018年1月 经过四个多月的逃亡 辗转三个国家 成功抵达美国纽约 张林是一位天生的自由 斗士 血气充沛 思想锋利 敢作敢为 百折不回 三十多年来 张林不顾当局的迫害和歧视 坚持从事民运活动 并撰写了大量文章 包括自传 悲怆的灵魂 以其不屈不挠的抗争 证明了高贵的自由精神 为了保障 为了表障 张林先生对中国自由民主事业的结束贡献 北京持人达职社决定将 2017年第十届北京持人自由先锋奖授予张林先生 北京持人自由先锋奖每年平定一次颁发给海内外为中国的民主自由人权法制作出卓越贡献的各界人士 在每年十章的时间 向获奖者颁发奖牌和相应的奖金 第一届到第九届自由先锋奖得主分别是 杨建立 郭飞雄 冯正虎 秦永敏 陈子明 吴仁华 李海 吴俊雄 姚文田 北京持人杂志社 下面我们就把自由先锋奖的奖牌发给张林先生 首先感谢大家 非常荣幸能够获得这个奖 非常感谢北京子村受予我这个奖 同时呢 我要向北京子村也要 致以一份特殊的敬意 因为北京子村呢 坚守在纽约这个地方 坚守民运这个阵地 已经有二十多年了 二十年前 我在纽约的时候就经常到北京子村去 看到他依然存在 看到二十年来他一直在捍卫自由 我是由衷地感到高兴 也向北京子村所有的这个领导人和他们的这个成员表示一份特殊的感谢 我今天呢 主要就是向大家呢 就是报告一下呢 就是我在大陆这二十年来的经历 因为当初呢 实际上我九八年返回大陆的时候的时候很强热血 是希望能够推动中国的这个民主运动 只不过是 我们的行众很早就受到当局的注意 所以一进入大陆就被他们抓起来了 而且二十年来他们对我控制很严 他们认为我是颠覆者 甚至把我定义为恐怖分子 实际上我一直拿来从来没有承受过恐怖活动 但是他们说想推翻功能 哪本人就是恐怖 所以说呢 过去 我这个二十年呢 虽然说受尽苦难 但是呢 也有使我有机会能够近距离的 就是说呢 观察中国的这个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同时呢 就是说呢 有一些心得和感受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通过这个分享呢 我想先提出两个问题 这两个问题就是 第一 共产党在六四镇压以后 他们常常说 我们镇压了这个学生 然后镇压了市民 但是我们保持了长期的稳定 所以呢 我们带来了经济繁荣 大家呢 都是尊重 都能够获得利益 这是中共的一个说法 然后呢 同时呢 民主运动呢 这二十九年来呢 也没有取得什么成绩 所以全世界关系民主的人常常会问 是不是我们的民运没有前途 是不是自由民主对于中国人来说 就天生就绝缘 我想从我的这个切身经历来看到这两个问题 第一个呢 是呢 我想谈谈这个中国的这个环境问题 我对这个环境问题一直很注意 但是呢 对于中国环境的这个污染程度呢 实际上很多东西还是初步的意料之外 当然在监狱里面 我们吃的都是一些垃圾食品 什么的地沟油啊 什么这些垃圾巴的东西 我还能活着都是一个奇迹 我们都知道这个刘晓波啊 杨天水啊 还有很多人 林洪啊 都死于监狱 他们都是杰出的人物 他们当然更有可能是被中共磨杀的 但是另一个原因呢 可以这么说 但在中共的监狱里本身 中共每天都在磨杀大家 因为它给你地沟油吃 它给你这个餐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有毒有害的这个蒙药和化肥的东西吃 你不知道 你也没有鉴别 因为监狱呢 是不接受任何检查的 你被迫吃这些东西 它也不允许你自己去买东西吃也不允许你自己做饭吃 它给你什么 你就得吃什么 讲白了 在监狱里面 囚徒像过着比身口还要悲惨的生活 我在这个监狱的时候 那个很多那个囚徒都是没有办法 因为每天差不多都要长时间的工作 除了工作 就除了劳动就是睡觉 它那个脊椎啊 或者腰啊 或者什么的都变形了 很多人身体都变形了 你可以长期的这样的一个劳作 就是说呢 这些人一旦形成了这个 这种状况以后呢 他们就会提示这些社会 所以未来呢 它都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地质炸弹 因为更何况中国监狱里关押的大部分都是冤家出案 就我这个二十年 呃 机会来说吧 其中十几年呆在监狱里面 尤其是我呆的大部分都是看守所劳教队 就这些地方呢 能够有机会接触大量的难 可以这么说呢 中国的这个司法呢都是 你有钱的 有关系的 我就给你情判一点 没钱的 没关系的 就给你重判一点 所以说呢 应该这样说 按照美国或者国际上这个司法 公正标准来说 中国的百分之九十九的案子都是冤家出案 那个 我注意不久呢 早上呢 我那个当军呢 给我先找了一个房子 住是他们提供的房子 后来呢 又给我找了一个连柱房住 连柱房住呢 因为我的腿不好 所以说呢 我就想怎么样去买点那个木板 地面给转修一下 免得接住那个冰凉的那个水平地 我捡了一个便宜的木板 我买了 买的时候我就问他 我这个木板会不会有毒 我听说有些木板里面 免得了很多有毒的东西 那个卖的人跟我说绝对没问题 他说你只管买就好了 他说你这个 他说然后他问我买房子给干什么 你这装修房子干什么 我说我自己住 他说你放就好了 但是等到我把这个房子装修好呢 他说你只要头一个星期不要住进去就行了 结果我过了两个星期我再敢住 结果住进去第一天晚上我就几乎就是 第二天早晨就无法起床了 我挣扎着这个床爬下来 然后打开那个阳台门 又过了很长时间 在阳台上我坐了很长时间 才感觉到想着什么 我出去吃顿饭 我就打电话问他怎么回事 他说没事 他说你现在把这个阳台窗户门窗户全都要打开 再过一个星期就没事了 我下来我就不敢叫他住了 我逃出去了 因为过了一个月我才回去 回去以后呢还是这样头晕 然后我住在阳台上也头晕 之所以我就开始往往查 我一查不查不知道 我一查就想一调 原来中国的这个地板大部分都有问题 就是说呢 那个厂商为了降低成本以后呢 都把这个就是在那个添加级里面 加入了很多有不有害的东西 但这个东西呢 普通的你没办法监测 你找相关部门要花钱啊 相关部门呢 到最后呢也会被厂商说买通 后来我后来我就跟他 我就去找他 我就说你看你不能这样骗我 你这样给我造成了审害你要赔上 但是那个木板商跟我说说我赔上你什么 我们长年来月就是做这个买卖的 你说你有害你有什么根据 我又去找了工商局 找了那些什么假冒的商品 这个投诉办公室等等 我甚至还找了博博 我是让他们出去 他们说这个 他说你整个人倒入在中国就是这样的 他说你买了这个地板你就倒入 然后呢那个地板的那个 后来跟我到公商局去理论的时候 就是公商局的那个负责人 跟我合理论的时候 那个地板上怎么这么说呢 他说这个地板本身呢就是卖给那个 就是你怎么住 或者说呢没有钱的 或者说呢这个旅馆里面的 后来我才知道 所以后来以后我就再也不敢做行李馆了 中国所有的行李馆的这个房间的装饰品 都是有毒有害 都不能住的 都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什么呢 它会造成很多疾病 尤其造成很多人的白血病毒癌症 后来我再进一步查 我才知道就是中国的那个 就所有的那个自来水的那个 那个主要的供水管道 居然不都是用废旧塑料做的 以外都充满了添加剂 然后呢他上面说为什么要呢 因为这个房地产建筑商 通通都使用这些东西 这个废旧塑料 加工做出来的那个自来水的那个供水管 价格只有正常水管的三分之一左右 所以说呢全中国都用 他说现在到了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呢 全中国已经没有一家自来水管道 是能够用正品塑料做的 以至于像中央领导只能从国外 进口国外品牌的这个自来水管 他们就遇到各个部位 他们的这个食堂 或者他们宿舍才能够有保障 其他十三亿几千万中国人 通通都得用那种有毒有害的东西 所以说呢现在中国的这个环境污染 已经到了这种程度 而且那从业人员呢 都没有一个感觉到自己有罪 其实我们知道 一般这种东西生产出来 他是需要几十人 就是最后能销售给客户 他是需要几十人 甚至几百个人从中参与 他已经到了 基本上就说全民都参与弄虚作假 但是没有人感觉到自己有罪 没有人感觉到自己有责任 就像这个社会讲清楚 就是说呢 他都是 只要你老板给我一份工资 我就生产家货 我就去读害这个社会 只要我自己小心一点使用就行了 我自己知道他有毒有害就行了 所以他这个社会呢 已经到了这个非常可怕 就是这个环境方面 而且呢 我就在尼古尔逃亡的时候呢 我的父亲 就在一个月里面 我父亲瘫痪了 我母亲呢 也病得很重 然后我还有一个亲戚 叫做白雪碧 才13岁 一个很好的一个女孩 就能死了 就快要死了 我后来呢 我通通都是这个环境问题 实际上在中国呢 没有人知道中国的环境 已经知道过了什么情况 就是说呢 因为中国政府总是掩盖了一切消息 他这个政府的这个掩盖工程 是非常庞大的 就是任何消息 你出来以后呢 不久 他这个当地过完就会找上门去 就说你不要这个 再继续谈谈你这个事情了 你要再谈的话 我们马上就要收拾 你就要把你关起来 我们有的是关你的地方 要不要你先去体验起来 所以说中国所有的黑恶都是 都被精清掩盖的 他也就这种掩盖呢 反而导致更多的这个黑恶 所以中国的环境 恶化到什么程度呢 应该这样说 只有上次才知道 没有中国人知道 中国人一切硕质都是假的 假到2010年的时候 中国人口普策 计划生育员会 跟公安顾的硕质呢 差9000万 就是说两个进行这个 人口调查的人都不知道 是9000万 中国人到底有没有 到底在不在 所以中国的一切所知 什么极限地方 基本上都是假的 没有一样真实的这个数据 好 第二个 这是环境污染 环境污染地下这个 地下整个这个生命 这个这个循环体形成 人类 这个地球花了四亿年时间 才形成了目前这个地球 就是往往回后的属壤 地下的这个生命体 你别看那个取山也好 那个地下的那个蜘蛛也好 因为它都在维护一个生命体 就像我们人类在维护着我们的这个 这个这一种生命体一样 我们种花养花 或者说我们种植树林 或者我们保持绿化 实际上地下生命体更重要 因为它是一切生命的来源 但是共产党把中国的地下生命体 四亿年新增地下生命体 通过最近几十年 把全世界最有毒最有害 就是威胁最严重的东西 可能利润更最高昂的东西 全部都移民到中国 基本上把中国被彻底给毁了 我在中国曾经亲眼目睹 很多人五十岁左右患癌症就是了 就是那个手术都表明他们的这个肝 整个的污染全世界下污染所造成的 下面我再讲另一个 我的这个切胜的这个经历 就是说我处于以后不久呢 我就到医院去 我去检查一个病 因为这个病已经病了由于来 就是我的优惠也要经常疼 我后来在网上跟网友跟一个医生 他说你可能是换了这个肾结石 到医院去检查一下 我到这附近的医院呢 我就想到我们附近 这边有一家本不是123军医院 军医院大家都知道 全世界的军医院基本上 都是要么提供免费治疗 要么提供严价的治疗 因为他们都是政府剥股 还有至少它的涉事是政府免费提供的 我们小时候也经常到军医院去看病 相对来说过去的军医呢 还像个样子 所以呢 再加上他就在我住的那个附近 住宿附近 所以我就去做了一个检查 检查的时候呢 他给我开的单子就不对 那个护士就说哎 你这个单子呢 还有很多检查今天没法做 因为你吃过饭 我说现在是已经吃过饭的时间 你提前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给我开那么多检查的单子 多是我费 但是不能就做这个检查 他说你去问医生去 我去问医生 医生说那你去问护士去 我就对他们就产生了不信任 然后检查以后呢 第二天我来拿 第二天我才做了检查 我来拿单子 拿单子他马上就跟我说了 说你的这个 右边的这个肾 还有这个 有问题 我可能是结识 他说你去找医生看看 我去找医生的那个医生呢 就跟我说哎呀 你来的太好了 他说呢 我们这方面正好来了一个群位 我说你去找他看一看 他正好在检查你的问题 我到隔壁的一个房间里 果然看到一个 就是看起来 就是中国的那种老医生 德高望重的老医生 要坐在那里面 他一见到我 看了以后呢 就跟我说 你的病情挺严重 所以你需要马上住院治疗 我们需要对你做手术 但是呢 你很幸运 他说我们现在能 可以给你做微创手术 只要开一个小刀 就能把你的问题解决了 我说我到底什么问题呢 他说你这个是神结石 他现在不治疗你很危险 他说你应该经常干到他 我说是 是不是 已经有一两年 他说对 你以前不知道 现在知道了对 他做手术 我说做手术得花多少钱呢 他说也就七八千块了 我当时刚出院 实际上没什么潜意 想到自己以前 心里就沉淀淀了 我出来以后呢 就赶紧跟网友交谈 我现在养成了一个习惯 就是说呢 我不太想给中国的医生 我就尽量都在往往查 我一尝了 似乎都有点靠服 跟我的这个症状 但是我还是不放心 后来我突然想起了 我有一个同学 在部门市最好的医院 就部门市第三人民医院 他是市地医院 在那当外科主呢 我就打个电话给他 他一听他就跟我说 你马上到我这里了 他说 我见到他以后 他就跟我说这样吧 他说呢 很多呢 都是一些症状呢 都是结石呢 他说可能是临死的 这样吧 你吃一个星期的西瓜 然后你经常蹦蹦跳跳 然后下个月表 我给你专门检在 结果我按照他的要求呢 吃了一个星期的这个 半生不熟的西瓜 然后呢 又去做检查 他就跟我说了 他就安排了一个熟人 是一个那个 就是那个做B超的 一个主任医生 他就给我做 那个主任医生检查了以后 跟我说 反正你根本就没有结石 他说你全身上下 都没有一块结石 我说那之前 为什么123军医院说过 上海就结石了 他说他们想骗天飞 当时我吓了一跳 然后回到我的同学那 我同学就跟你说 他说你看我是做医生的 不好说 我说多了你怕 你以为是我们敌毁中华 他说现在整个军队的医院呢 基本上都被这个 陆天系给送了 他说 所以呢 他说呢这个 你这个呢实际上没有结石 他们就能骗你去 我说他们说手术要七八千块 他说七八千块只是一个诱饵 你进去以后最少得花三万块钱 还有其他的费用 各种各样的治疗这个费用 这也就是这么的 我当时呢 是大尽失色 我就跟他进一步讨论了这个 就是中国军医院的问题 因为以前呢 我对中国的这个医疗的这个范茄 你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李克强呢 曾经宣称呢 中国要做大做强医疗产业 把它做成资助产业 实际上呢 他这个讲话的背后就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中国的各项北业凋零 唯有这个医疗产业呢 是异常新旺发达 反正呢 我出狱以后 每次到医院看病 都是能停弱势 都急得要死 一排队有时候都要排半天 就中国人各个行业都不行 只有医疗产业 是非常发达的 然后呢 李克强为什么要做大做强呢 就可见这个医疗的这个 这个产业的规模有多大 但是这个产业 在我以前的印象当中呢 他大不了就是说 给你多开集中药 或者给你多 让你浪费一点钱 我们都知道那个沈阳有天家医院 就是把一个垂死的病人 弄到一百万块钱 最后再给人弄死 然后呢家长闹起来 晒眼药丹在马国上引起进入 但是现在的中国医院 已经发生到什么程度呢 你好好的没毛病 他说OK 你有病 然后呢他跟那个放射科 他跟那个悲操科 都能串通一起 拿出来这个文件都说明你有问题 让你身心不移 然后就给你做手术 然后呢 无缘无故的就要在我腰上开上一道 然后呢最后再弄走我几万块钱 后来我回家过以后呢 跟我父亲讲 我父亲说哎呀 我这个去年的师父也是胃疼 他一到那个医院 他就说我又胃癌 花了我六万块钱 我父亲政府都老了都快七 都七十八岁了 政府每年 每个月只给他八十块钱 但是呢 这个医疗费用 一下子就能要的六万块钱 他们根本就没有胃癌 因为过几个月以后 他又复发了 后来找了一个熟人 那个熟人说 你就买两块钱的胃药吃就行了 他说你这个就是胃炎的时候 老年了经常发作了 你只要饮食不当就会发作 我让他吃了两块钱的药 治好了 然后就跟那个花六万块钱 治的效果一样 所以现在中国的医生 已经可怕到什么程度呢 尤其是这个军队医院 军队呢 我们都知道 习近平上台以来 对军队进行了 这个最严厉的反腐 抓了一百多个将军 就习近平已经证明了 中国军队呢 他主要的这个能耐呢 就是迭背了 就是走方步和搞腐败 然后呢 就是中国的这个医院的这个 好像习近平的理由呢 就是军队太腐败了我们抓 但是抓来抓去呢 我的切身体会是 军队的这个腐败程度 一点都没有减轻 可能比以前还要更严重 因为呢我后来专门 跟郭宝讨论这个问题 郭宝就跟我说 哎呀你也不问我们 你就敢跑到军队医院 你看呗 他说整个军队医院 现在都是普天系的天下 因为呢 他说军队医院 就是把你的钱骗到手了 你拿着又有什么办 啊 他们有武装 他们有武器 我们就是公安局的人 我们郭宝被他们骗了 我们的家人亲人被他们骗了 我们都不敢指牙撩嘴 指牙撩嘴的话 马就来几个当兵了 就是现在呢 在内耗平的这个 对军队大力反腐的进化下 实际上军队越来越俘乱 因为专制制度呢 他这个我们都知道 权力导致腐败 决定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所以中国的这个环境的污染 人心的污染 他就通过这个几十年的专制 他已经把中国人 变成了一种心地最阴暗 最黑暗的一个人种 所以这是最可怕的 所以说呢 共产党二十九年来 有什么成绩呢 我认为他一点点成绩都没有 因为呢 他浓一了朔以十亿计的这个中国农民工 把人家像牲口一样的放在这个 这个所谓的架工厂面 每天干12个小时活 每年干350小时活 根本就没有一点正常的生活 不能像人一样的去休息去思考 或者说呢 去跟自己的孩子待在一起 自己的孩子在家乡 也都不知道怎么样成了留守儿童 也就是说呢 实际上那少量的这个人拿着钱挣了外汇到世界里 不能够掩盖了中国的 有十一的中国人实际上过着悲惨的 像牲口一样的这个悲惨的这种生活 另外呢 他们把中国的环境破坏了 可能要花了几百年 我们未来不知道要花经济上花说 也许共产党比共产党这个所谓的经济成绩 要多十倍到一百倍的这个代价 才能够治理好中国 我们几千年来 我们这个中国人一直生活的那块土地 已经被共产党彻底败坏了 所以说呢 共产党毫丝毫没有成绩 回头谈到民运 很多人说民运二十九年来没有成绩 民运本身在中国从事民运就是五米之翠 因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呢 它有特殊的地理环境 它离西方文明的距离最为遥远 它东南是浩瀚的太平洋 西北是欧亚大草原 是那个欧亚大草原 然后呢有西法拉雅山 所以中国呢 距离这个文明世界的距离呢 应该说比印第安人 比美洲的印第安人还要遥远 所以说呢 它这个由于再加上由于中国呢 它是没有屏障的这个地理环境 很容易造成一个人的专政 而这个专政一旦形成了以后呢 它就对这个后代的这个中国人 形成一种强大的这个约束 所以说中国人在自由民主道路上 行走是非常简单的 你看看这个全世界 哪个国家的民主运动 像中国人是这样 其他任何国家的民主运动 都有大量的群众支持 都有大量的人民支持 用各种方样的支持 但是民运呢 只变成少量的理想主义者 在那个地方进行着理想主义的奋斗 他们呢还要自己打工 还要想办法解决生活问题 这个社会上 你比如说我常常跟人家讲 前几天那个张杰教授问我 说为什么这个东欧的民主运动 能够很快成功一下波兰 我说波兰1980年团结工会 那些领导人被捕以后呢 马上全国的所有的天主教会 都在关心了每一个被捕的波兰 那个团结工会的那些工人领袖的 这个家庭的生活 他们的妻子他们的孩子 有没有人没有食物 有没有人挨洞 有没有人缺少什么 大家教父都会去分分帮助 也就是说波兰天主教会 波兰人民百分之九十的信仰 这个天主教的波兰人民坚定地站在 波兰团结工会那几千位领导人的背后 所以共产党把那几千人抓进监狱里面 甚至都像伺候大爷一样伺候 哪像我们在监狱里想打就打 想骂就骂 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 甚至获得诺贝尔奖的刘小波 这样的一个人 这样一个就是说 受到普世公认的这么一个杰出人物 竟然被共产党活活折磨死 而且他的妻子也居然毫无罪名 就被共产党转禁了 这个承达十几年 而且都现在还在转禁了 也就是说他从来没有任何一点罪名 共产党从来没有说 他违反了哪一条治安法 但是就是把他关押起来 让他精神崩溃 让他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 这就是共产党 所以说呢 民运不管要等待多少年 只要坚守这份正义 只要坚守这份良知 只要坚守这份希望 我相信总有一天是会成功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争取一份做人的权利 我们要做人 我们不愿意做农历 我们不愿意做牲口 我们不愿意去过那种非人的生活 我们也不愿意我们的中国同胞 任何一个中国人 长期的受到共产党的农业 像在关押着牲口困历的生活 我们知道牲口跟人的区别是什么 牲口就是吃饭睡觉干活繁殖后代 但是人有思想 人有信念 人有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理念 人们可以就是说有各种各样丰富的精神生活 而且我们能够创造世界 我们能够创造很多新的东西 我们能使我们的这个人生变得更加美好 我们甚至完全能够按照我们每个人的愿望去过自己的生活 这就是人更深刻的这个区别 我们所做的一切 因为中国人毕竟他是人 终究一天要跟全世界各地的人一样 要像人一样生活 所以说呢 民运的这个努力是正确的 民运的方向也是正确的 不管多么艰难 我相信民运的努力最终都能够获得成功 谢谢大家